一百零八年全國城磅甲組春季聯賽 三十六支業餘城磅禁旅 經過了將近一個月的激戰 冠軍戰將由合作金庫對上重越準英 兩隊去年的春季聯賽八強十交手 合作金庫以七比五贏球 面對即將開打的關鍵戰役 總教練許順毅認為比賽的重點 會在於哪一邊的打擊 能夠順利發揮 那局勢是在打擊吧 關鍵的打擊是不是能夠適當的 把分數打進來 這個是穩定軍心的一個力量 今天我想兩隊都P組相當的熟悉 我也期待就是說 有表現我們贏球機率就相當高 除了打擊能否發揮 這兩支球隊的投手群 從副賽階段開始 表現都十分穩定 擔場的失分都沒有超過三分 是能夠晉級冠軍戰的關鍵 重越的總教練吳思賢也表示 他們已經擬定好了相關策略 策略上是就是今天投手 就是全部除了高演以外 全部都會準備 那在攻擊方面的話 可能會比較 屬於保守一點人 能夠搶分的話 會盡量先搶分 其實河庫的選手 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業餘界裡面的話 應該算他們的選手 是比較頂尖的 勝負只有一場 那也很難講 兩隊在去年的豹米花聯盟 就有交手記錄 當時河庫以三勝一敗 打敗了立行賽排名第一的 重越準英 面對再熟悉不過的強敵 就看兩邊的教練跟球員 誰能有更好的臨場反應 進而拿下寶貴的冠軍金杯 回來提出新聞 蕭新昌李又謙 採訪報導 阿倫